當然這兩位現在是美國 訪問基輔的最高層級 然後在這兩位來之後 澤倫斯基還是不滿意 他還是第四度呼喚 希望拜登能夠來 意思也就是說之前看到 之前是這個德國總統去 他也不願意 他叫人家德國總理 一把手要來 老二 老三我都不太介意 所以第一個 他在人家到訪的時候 他心裡還有他嘴巴上呼喚的 還是拜登 我覺得對於這兩位來講 是有點尷尬 第二個 人家確實也帶了 伴手禮來 也不是蛋糕而已 額外的軍援 還有這個等等 總共是7.13億美元 和台幣來講是209億 那在基輔見面之後 像韓濱講的 特別跑到邊界去開記者會 當然講的這個內容 其實就是一個信心喊話而已 我想再次請這個介大使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澤倫斯基把人家的行程爆料 還有這兩位 他們怎麼到基輔的 美國秘而不宣 美國都沒有講 之前守口如瓶 美國的很多媒體記者跑華府的 其實應該知道 大家也都沒有寫 怎麼去的 交通工具 時間 落地的地點等等 通通沒有寫 結果被澤洛斯基一股腦地說出來 那你看看人家 過去在西方精準的情報系統的合作之下 不是把烏克蘭的莫斯科號打成了嗎 一大勝利 所以也造成了俄軍多名高階將領的陣亡 因為有一些是被無人機掃臉 鎖定 鎖定之後 美國分享他的臉部的資料庫 人臉資料庫 所以在西方盟國的情報合作之下 確實對俄羅斯的一些軍方造成了重創 你看人家怎麼保密防敵 白俄羅斯的獨立記者說 俄羅斯媒體最近有個報導 現在所有在俄羅斯媒體上出現的 俄羅斯的將領 士兵 臉部全部要馬賽克 為什麼 避免再次被辨識 被鎖定 所以你看到俄羅斯是這樣 連他們的將軍也好 連他們的士兵也好 在安全上高度戒備 但是俄羅斯斯人家這兩位 這麼重要的人物 立刻就講出來 你怎麼看 俄羅斯斯就是 完全沒有進入狀況 他到現在這個 別人感覺很敏感的事情 他也不曉得那個敏感性 所以才把這個烏克蘭 搞成今天這個慘狀 他闖了大禍 他也不曉得他自己犯了什麼大錯 那麼他讓人家自身於危機 他也不知道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國家 選錯領導人 他不適合玩大車子 結果他去開那個大車子 所以搞得荒腔軸板 不過就是說這個 其實某種程度我是覺得 如果說既然會被曝光 曝光出來 俄羅斯跟美國之間 事實上還是有外交管道的 我是覺得美國可能就會跟俄羅斯 先打個招呼 因為他雙方基本上 現在還沒有完全變成交戰國 也沒有完全交惡 這種事情的話 其實本來俄羅斯就講 我不是以推翻 這個澤倫斯基政府為目的 而且他還是承認 澤倫斯基政府的 是烏克蘭的合法政府 他一開始就講 到現在我覺得他也尊重 要不然的話 烏克蘭 俄羅斯的話 他那麼多導彈 那麼遠 這麼準 他一發導彈就可以射到 他的總統府去 對 其實以軍事力量 軍事難度來講並不算高 但是紀大使你看 他除了要求這些 開出很多願望清單 具體數字之外 有一個希望美國同意成為 他的安全保證國家之一 之前他說簽這個和談 但是他需要誰誰誰簽 他一一的點名等等 你覺得美國會答應他嗎 他所以提出來就是 因為美國不答應 因為美國不希望他談判有結果 現在談判就是卡在那個地方 談判如果談出結果 他這個戰爭就要停了 美國是不希望戰爭停的 另外一個其實 澤蘭司機現在到處跟人家要武器 其實我覺得他沒有搞清楚一點 就是人家是怕他不打 而且怕他沒武器 他不必天天叫 現在美國事實上 現在給了7.13億武器 這次聽說奧斯汀他們去了 有72門榴彈炮 另外然後有十幾萬發的 榴彈炮的炮彈 要送到烏克蘭去 另外也有外界的報導說 美國已經同意提供 海馬式多管火箭系統 那個是自走式的 那個可以射300公里 也就是這個武器放到基輔的話 在基輔發射就可以直接打到 直接打到頓巴斯地區 所以美國不但7億美金 美國國會在4月初 通過一個租借法案 這個租借法案就是說 你沒有錢 或者說你經濟有問題 或者支付將來有問題 沒有關係 我現在通通全部借給你 全部免費先提供給你 美國事實上4月初的時候 國會就通過這個法案了 美國在打越戰跟打韓戰的時候 都沒有通過這個法案 可是對這個戰爭非常重視 通過這個租借法案 意思說其實 哲倫斯基不必叫 美國絕對會把你撐住的 美國絕對不會讓你在戰場上 被俄羅斯給吃掉了 好像疫情持續緊繃 推薦給大家可以使用 我們旺旺雪神的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如果您的空間比較大 大概有8坪的話 那麼可以選擇這一組 好 如果你會說 你的空間比較小啊 推薦給大家另外一組 80ml的容量的物化器 在哪裡購買呢 就是到我們快點購網站上頭 就能夠買得到 你們 感谢观看